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黄河 从青海流入甘肃之后 依照地质变化 衍生各式奇特的自然风光 其中黄河石林就是一处代表座 奔放的九区黄河 气势磅礴的石林 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黄河石林位于白银市 景泰县东南部 生成于四百多万年前 由于地壳抬升运动 形成沙利岩地貌奇观 也因此在这里可以深深感受到 大自然带来气势磅礴的壮观景象 石林与黄河山水相依 在峰回路转之间 景象随步变化 形状千姿百态 我们现在来到非常漂亮 而且非常壮观的黄河石林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吗 可以的 咱们现在所处的是整个景区的观景廊 站在观景廊上 我们可以复兼到整个黄河石林的全貌 黄河石林主要有四个部分构成 我们的古石林群 龙湾绿洲 八滩戈壁 黄河曲流 四个部分所组成 现在咱们所处的位置 距离咱们山脚下的龙湾葱庄 它的垂直距离达到了216米的落差 咱们山脚下的龙湾葱庄 距离也有400多年的历史了 在2013年的时候 由住建部 旅游部等多部 评为了中国十大最美乡葱之一 于我们龙湾葱 隔阂相望的对面这一片 就是我们所看到的八滩戈壁 八滩戈壁在这个山脚下 有一片赤红色的地貌 是我们的西方窑的亚丹地貌 西方窑的亚丹地貌 它不同于丹霞地貌的色彩丰富 但它具有了西北粗犷的独有特色 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这段河流 是我们流经景区的一段道汤河 大家都知道 拱拱黄河向东流 但是流经景区的黄河 是自东向西流经的 因为地势东高西低所形成 在我左手侧所看到 以赤黄色地貌为主 就是我们今天的 竹井区银马沟大峡谷 整段峡谷全长4.5公里 它是由地壳用洞 地势抬升 河湖水退下以后 形成了以高辣的石松石柱 形成了地质地貌奇观 风铃耸立的银马沟大峡谷 是黄河石林的核心所在 我们现在坐电路车到景区了 这样一路会经过什么样的地方呢 咱们现在可以看到的 右侧的这边的黄河水 是比较清澈的 它是在每年的7月到8月份的时候 会达到一个中西地的黄河水 是比较红浊的 现在所看到的黄河水 是比较清澈的 诊断的就是在这边的黄河流域 形成了一个180度的大型回转 由于阉山运动 地壳上升 河床下迁 再加上风化 雨时跟重力坍塌 形成以黄河色 和湖像沙丽岩为主的 石林地貌奇观 也因为有这样的奇观 其实很多电影跟电视剧 都在这边拍摄的 对 大峡谷的话 它也属于是一个外景拍摄基地 像咱们正前方可以看到 这个小的峡谷 就是当时拍摄了 神话的时候的一个取景点 所以江郊他要给秦始皇 去护送这个长生不老药 当时两军对弈的时候 他骑在那批叫黑分的旧马 就从这儿就冲出来的 第一个取景点就在这个位置 咱们现在所站的这个位置 就更奇特了 是在两军对弈的时候 他杀敌一方 人都累成了人堆 一个取景点 就在咱们现在站的 这个地方 对 就在这个位置 哇 特别漂亮 很多电影跟电视节目 都会选择黄河石林 作为外景拍摄地 怎么会形成这样子的 像洞窟一样 这种大型的这种溶洞 我们把它叫做是分石壁龛 分石壁龛它是在小的石窝 在经过后期的 山空水的充饰而形成的 这个有个特别奇特的一点是 您站在这个山脚下 它都是可以看到上方天空的 真的 这个大型的溶洞呢 也是在它后期的时候呢 分沙的吹势呢 带走了它牙壁上方 最柔软的泥土部分 这里遗留了下来的这个岩石和石块呢 是较多的 这个就是我们所看到的沙里岩祖 沙里岩祖的它越往底的话 积岩层是越稳定的 这儿的石柱石笋大多在80到100公尺 有的甚至高达200公尺 相当数十层楼的高度真是微微壮观 那我现在看到身后这个奇观又是什么呢 咱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景点呢 是我们景区的第二个景点叫千帆进发 咱们可以看到后方的整片山体呢 它就像是海上行驶的千万座帆船一样 所以这个景点呢它就被誉为是千帆进发 也有着一帆分胜的意思 两棵枯树呢是当时拍摄了决战沙马镇 一再过来的两棵枯树 古胡杨树 胡杨树呢它有就是死后呢 是一千年不朽一千年不腐的 这边的话呢就是现在主要是 作为游客的一个网红大咖地 很多年轻人呢喜欢穿着古装的 在这边拍照剧景是很出景的 特别有意境的 在石林当中漫步寻幽 能够感受大山大水的神韵 现在的像咱们地形经过到 峡谷的3.5公里的位置 您除了这个3.5公里呢 就再也看不到这样高大的 这只地貌器官了 因为像咱们整段峡谷的全长 是4.5公里 除了这个4.5公里以后呢 它的这种分时地貌的话 就会慢慢地滚少 因为咱们现在所处呢 是藤哥里沙门的南园 与青岗高原的边缘是相交接的 在这个交接地带的话呢 它还有很著名的我们的分时地貌 也以及还有我们的地山丘陵地貌 所组成的 不同地貌各有别称 这个方形和三角形的 组成在一起的是外星人的头部 因为咱们现在所看到的自然景观呢 都是三分靠讲解 七分靠想象的 在这个外星人头部的正下端 可以看到有一个鸡腿形状的石柱 这个呢我们把它想象成是 大象的鼻子和头部 后方带有弧度的这一片身 这一片身体呢就想象成是大象的身体 这个景点呢叫大象吸水 大象呢手吸着黄河水 来浇灌咱们这片干旱的土地 黄河石林 从美学与景观为出发点 进而发展成国家公园 拜黄河水土的造化 白银美食颇有口碑 好香哦 猜猜我在喝什么 这可不是擂茶哦 这也不是面茶 这可是在惠宁飞宜的石磨炒面 等一下就带着大家去看看 这个制作过程 还要品尝给大家咯 惠宁作为小杂粮之乡 自然杂粮品种多样 其中传承最永久的美食之一 就是惠宁石磨炒面 小杂粮经过石磨加工之后 华力转身 那炒的这些小麦吗 这是油麦 也叫做燕麦 燕麦 是燕麦 我们这边也叫做油麦 它这样炒是为了什么呢 是把它炒熟 然后那个 烹饪起来 让它熟啊 又会变熟 这样子的制作过程要多久呢 这个有个十几分钟就完成了 可以为我们介绍一下 听说这也是惠宁的 非常特色一个东西 惠宁的特色 这个也是一个飞宜的产品 是吗 飞宜产品 然后我们这个经过飞宜之后 就重新研发出一个 发泡炒面粉 也是一个国家发泡专业 以前会在什么样的情景 去喝这个呢 这个以前就是在生活穷的一个年代 没有吃的就是充电那个东西 比较简单的时候 简单的这个吃 也就是一个餐食 就是老年人找到一个 有一个喝茶 那个罐罐茶 它主要的一个餐食也是一个 它有个餐在里面 所以这主要是用来喝的 泡的 喝的 泡的 拌着吃 也是拌的 拌不会怎么吃呢 拌西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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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们这边 西瓜之后把它加进炒面补水 哦 所以其实也是很多用途的 很多吃法这个也是 炒制过的撒凉 接着要磨成面粉 哦 等于就是以前的那个斗具 有器材 然后去这样子把那个壳去捻碎 把它壳捻碎 捻破 哦 哦 那这应该很重吧 这个很重的 那那我来试试看 这里对不对 对对对 是这样一个方向转的 嗯 以前都这样 对 哦 哎 这个有阻力耶 我 我用很大的力气 哇 很辛苦耶 有没有看到这石头 多重 多沉 很沉的 又大块 然后你就可以这样子 捻 捻 再捻 哇 我觉得我都还没到一圈 我都累了 以前到底怎么办到的 石墨炒面 手中纯手工制作 你说十六种 也就是我手上这一盘的 对对对 这十六 这就是混合之后的那叫 哇 来说一下 我们的主要原料就是那个燕麦 有油麦这边 油麦 苦杏仁啊 米子啊 骨子啊 还没有那个枸杞 枸杞很多呢 对 枸杞 还有那种核桃仁 核桃仁也有 小茴香 茴香这也就是那个 有个功能就是去寒 它那个是热的 哇 等于就是很多宝物在里面 很多种 我们混合十六种 全部都是要上蜂蜜 像刚刚我们看到这样炒制吗 这个只有主要原料 就是那个燕麦 燕麦才要这样 燕麦加那个蜂蜜 其他都是这个单独烘焙烤制的 哦 是这样子 那这个时候呢 我们下一步是什么呢 就是进我们这个传统那个石墨 把它里面进行粉碎的过程 哦 丰富的食材 增添石墨炒面的复合香味 真正的这个石墨粉就出来了 而且好香哦 虾味也就出来了 对了 好香 好 等一下很期待要喝了 干吃 拌着吃 冲着吃 其实我们现在看的颜色 有点像我们台湾讲的那个 面茶 蜜茶 但其实它更有营养 因为我们台湾做完面茶 是用面粉炒了 然后再和水 可是这个呢 是十六种的穀物 就是有点像五穀杂粮 五穀杂粮 在里面了 所以要先吃一口这个 我试试看哦 干的嘛 干的吃 嗯 但干的吃会有点黏牙 对 可吃下去那个香味 就是各种油炒过的香味 然后呢 还有加了坚果香 都有在这一碗里面 很适合在搭着其他东西吃 比如说还可以配点葡萄干之类的 应该会不好吃 还可以充牛奶喝 充牛奶都可以 充牛奶也可以 对 那我一定要试试看 你这一碗是充过的 这个是充的 对 充热水的嘛 对 哦 很浓稠有没有 看到 真的有像有像 这五穀杂粮很营养 以前呢 他们也是就十六种 还是以前就是只是一两种的 以前是 主要就是燕麦 没有那么多的原料 因为生活条件当时有限的 对 是那个原料没有那么丰富的 啊 营养一百分 我吃下去就知道我今天的营养够了 足够了 带一点微微的甜 不会太甜 微甜 哦 这个早餐这一碗绝对足够了